第四十一回 我生死這個賊子太過空患 一時生得糊塗了 對了,妹妹 這個賊子很固定 怕聞不到什麼口供出來 黃彥宇就說 帶他回去龍眠谷慢慢來折磨他 問不出都要試一下 黃龍客就說 好,我就依照你就是 抓他回去等爹來處置他 也好讓他老人家歡喜一下 在講話之間 正前面陳頭大起 一隊騎兵急刺以利 為首的軍官遠遠就大聲說 是不是黃少寨主啊? 黃龍客答聲說 沒錯,哦 原來是張統領,你親自來了 這個軍官 正是那個陸室帳下的高手 現居騎兵統領之職的張忠志 張忠志立著碼頭就問了 你們有沒有見到秦商呢? 黃龍客整臉都紅了 可是他硬硬硬硬硬硬硬地說 呃,被他走了 原來監視朝廷史跡的沒有事 一發現秦商逃走 就直接用飛及傳書 通知黃白東派人攔截 黃龍客兄妹真是奉命來捉拿秦商的 張忠志就問了 她去了多久呢? 黃龍客就說了 已经去了很久了 本来我就要将他捉住了 没想到遇到另外一帮敌人 在混战之中被他乘机扔走了 现在我们累到什么要追 怕也很难追得到 言下之意 就是要想再追捕他的话 就不过你自己去追 实是恕难相助了 张忠志虽然心里很不高兴 但一来 皇家并不是安禄山的下属 安禄山造反还要借助于他们 二来他心思巡商武艺高强 在阁内三大高手之中 又以他为首 就是说他的武功最聪明 自己去追就是只要白送条命 所以只好自打圆祥就说了 这样啊 反正我们安大帅已经准备妥当 此夜就要进取京师了 而不用怕他报告军情 安大帅连日来正在召见各方的 仗士以及江露的英雄 黄小寨主 这样啊 你就跟卑青一切回泛阳 怎样啊 黄龙客显得有些酬脆未缺 黄燕宇这阵他就抢先话了 哎呀 这样就对了 阿爹呢 他就不方便在泛阳路面的 阿哥啊 你就去吧 这个贾仔呢 就由我来压戒他 你尽管放心去吧 黄龙客就只好答应 他吩咐过妹妹说 这样你就一路上要多加小心 你这个贾仔 我生气到他死 要杀他 就要等我回来才再杀他 知道了吗 行了行了 你走吧 当下两兄妹就各自率领部下 分道扬镳 黄龙客就跟随张忠志前往泛阳 黄燕宇呢 就压戒着铁魔勒就返回龙面谷 那书分两头 就先等下黄龙客 跟随张忠志去泛阳不表 现在我们单讲黄燕宇 他吩咐女兵 把铁魔勒反崩在马上边 马背上边还电好了那些绵帝 又替他包扎好那些伤口 由于铁魔勒被点了越道 就不动得也不出得声 就只要隐憑他们摆布了 这阵已经是日头光了 黄燕宇就把铁魔在路上顿得很厉害 特意叫那些女兵 拆马慢慢来行 到了黄昏时分 才不过行到三四十里路 来龙面谷大概还有五十多里的路程 他手下的女头目就趕快走前来问 要不要继续赶路呢 黄燕宇就说了 你不累啊 我都累了 又没有什么这么重要的事情 就不过压介了个这样的贾仔 嘛 为什么说得这么急啊 那些女兵一听真是求之不得 当下就在草原上面 搭起了三座章篷 黄燕宇跟他的贴身侍女就一座 其他的女兵一座 铁魔力就单独自己一座 这个都是按照黄燕宇的命令来行事的 铁魔力片体轮霜 独自一个人躺在帐幕里头又饿又痛 心里头很火滚 忽然间 见帐幕打开了 黄燕宇笑什么的那样走进来 进来之后 将将女头的红竹剔光了 他就笑着说了 铁少寨主 还这么硬颈啊 跟着就伸手解开了铁魔力的阅堂 铁魔力就说了 你要杀就杀了 我铁魔力临死不欲啊 谁要杀你啊 谁要侮辱你啊 你真是狗咬雷洞宾 这么不惜好人心啊 我是来跟你医伤的啊 正想说跟他解开那些崩带的时候 铁魔力突然用手掌一撞 走开你 我我 哎呀 谁知道一撞就不注意 就撞着黄燕宇的前空 铁魔力觉得认真不好意思 缩手都缩不及了 你就没有再骂下去了 铁魔力呢 是受到重伤之后 而且饿到整个人都软了 就哪里有力得的 你一撞 当然就不是很紧要 黄燕宇窒了窒 整面都红了 他就说了 你还是那颗这样的牛颈啊 我怎么不讲道理的 是只牛都知道人家对他好 还是不好的了 哎呀 你 你个这样的冤家 这手指一刀就刀到铁魔力的压角上 铁魔力就说了 不用你在那里猫哭老鼠架慈悲 你就算和我医好了伤啊 我都不会理你的情 虽然把口是还在骂着他 这口气已经顺了好多了 没再碰和没再打人了 黄燕宇解开了崩带就说了 哎呀 你这个不讲道理的蛮痴来的 我本来你就不想理你的 看你 你都伤得这么厉害了 好了好了 我是不忍心看见你受苦的 黄燕宇拿出了金仓药出来 轻轻敷在铁魔力的伤口上边 一会儿 伤口就没那么痛了 铁魔力是个年轻的小伙子 有生以来 从未跟一个女子这样靠近过的 黄燕宇和她呼药 肌腹相接气息相闻 铁魔力的时候就算怎么样忍住呼吸 那些喷鼻的香味 还是从她的鼻孔中猛地滲入去 哎呀呀 搞到铁魔力迷迷之之 认真不自在 他猛而咬都咬牙筋 心里头就说了 铁魔力啊铁魔力 你是个铁打的男子汉 你怎么可以忘记这个杀义父的仇人啊 这么一出力呢 他身下边的木板就咬咬声响了 黄燕宇就咬过眉头就说了 好地地又发点什么脾气得的 你这个冤家啊 你 你为什么这么生我呢 铁魔力就说了 你这个是明知顾问的 我 我劝你还是杀了我好了 不是的话 我就算是有三寸起在 我都一定要报仇的 就算是我杀了你的乙父 那个也都不是你的亲生老爸来呀 武林之中斩斩杀杀杀 还不是很平常的事来吗 你看得是平常 就我死都会记住的了 好啊 就算你要报仇 都总要保重自己的身子呀 你饿了整天是不是呀 不吃的东西哪有气力去报仇呢 铁魔力被他搞到提兆皆非 只见一个丫鬟走了进来 手里头你只有一碗茶水就说了 铁小寨主你就趁热喝了它了 铁魔力就问了 这是什么来的 黄燕宇就笑着说了 这些是毒药来的 你敢不敢喝啊 我怕什么呀 身上尿颈 拿着那碗茶水滑滑滑滑一喝就尽了 只觉得入口金凉喝了之后精神大振 原来是一碗尚好的心汤 那个丫鬟就笑着说了 小姐呀 哎呀你真的很懂得劝人吃药的 拿着个空碗就等等声退了下去了 铁魔力就说了 你别这么得气啊 不理你施什么恩惠都好了 我们之间的仇怨几大都消退不了的 黄燕宇就说 我本来你就不想辨解的 但是你这么仇恨我 我也不能够不说回几句话 大破飞虎山那年 我才是十四岁 我只知道你的义父 是那此强凌弱的六林霸王 我老爸叫我杀他 我当时并不觉得这是一件错事来的 其实到现在 黄燕宇还认为自己没有做错的 不过当着铁魔力的面 这句话就没有说出来 铁魔力的心一动他就想了 没错 那时候他只是一个 未曾懂事的姑娘仔 罪魁祸首应该是他老爸 还有那个帮王八通为我的胸胸儿 他的恨意就稍微减弱了两分 但转念之间他又想到 不管他当时懂事也好 不懂事也好 他还是亲手杀了我义父的仇人 我怎么能够原谅他呢 黄燕宇很聪明啊 都已经从他的神迹之中 看出他心里头的变化 他笑了笑就说了 铁少寨主 你现在好些了吗 铁魔力虽然受伤得很重 但只是疲弱的外伤 你真是气力还没能使得出来 精神已经恢复了四五分 他的心里多少有点感激 把口虽然还是很硬 但他就说 我不要关你什么事了 我不用你欠假殷勤了 哎呀 谁跟你欠假殷勤了 你以为我想留你这臭小子当宝贝啊 你知道我问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啊 你好了 我就要赶你走的了 铁魔力一听 带出其意料之外 他就说了 什么话 你让我走 是啊 你不是说要报仇的吗 我不让你走 你怎么报仇到啊 我怕你说我怕你来报仇 所以我才放你走的 好了好了 你试试动一下筋骨 看看能不能够骑马 巡商那批黄标马 我已经和他医好伤的了 这是一批很好的马来的 我可以转送给你 你要走你就快点走了 不是的话 到了农眠谷 就不由得我作主的了 铁魔力知道他是随便拿个理由出来 好望自己逃走的 心里头很惆怀 都不知道怎么样才好 只见黄燕宇已经将他的兵人 和背包送过来就说了 那 你的东西在这里的了 这把牛肉干 是给你在路上边吃的 铁魔力咬到咬牙 接到过来就说 这样吧 你将来若果是落在我的手中 我都要你一次不死 哎呀 如果第二次 那就不摇了是不是 好啊好啊 那我就真的要小心点 千万不要落在你的手中 黄燕宇牵着他的手揭开橡木 就说声再见都不说啊 那个丫鬟已经将那批黄标抹牵到过来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呼呼呼 三支响战略过上屋 跟着响起了巡逻野兵吹起了很响亮的号角 黄燕宇就说 糟了 有敌人来夜闭啊 骗黑之间 只能两队骑兵从东西两个方向冲过来 才在爆炒之势 杀声震天 黑斜之中都不知道是多少人 也更加不知道是何方人马 黄燕宇就说了 敌方有备而来 于我不利啊 你吩咐下去 叫他们各自撤退吧 于是就叫那个丫鬟拿着他的令箭 下去全令 黄燕宇突然用了几分的劲力 紧紧地握了铁摩勒的手一下 铁摩勒就没有防备的嘛 避他一连 哎呀 叫出声音 你想怎样啊 你现在的戏力都还未曾恢复得完的 难以抵挡敌人 在敌分交战之中危险很大的 我为人为到底 送佛送到西了 你跟着我一起走 冲了出去 我再等你一个人走了 不由分数就将铁摩勒扶上马背 他就说 那 你坐穿了 如果坐不穿的话 你抱着我条腰 逃难要紧了 知道没有 讲话之间 双方已经展开了混战 黄燕宇混剑如风 将一个挡着他去路的敌人 斩于马下 插马直冲出去 那匹黄标马 他的脚背里脚刀里脚踭里 都被那些脑袋勾伤了 这么快 这么拋法 差几乎就拋到地上 没办法就只好握着黄燕宇的腰 当时面红耳赤都不知多不好意思 只听到双方有人大声 黄家的贾仔不知道去了哪 都说是女人兵认真负气 铁魔力听那把声 觉得很熟 但一时间又想不出来 都没想完 又听到对方有人说 哦 那个不是黄白通的女儿啊 你看看 他马背上 还有个男人 这个男人 还抱着他的腰呢 又有人说了哦 看个样子啊 就不像是他阿哥哦 这么亲热的 久情久危的那些野男人来啊 铁魔力全面都红了 又听到有人跟着说 不理他 杀谁都好 要将他的女儿捉到他 杀了他 这样就行了 这个女强道 比他阿哥更厉害的 除了他啊 就等于削了黄白通的一只手啊 先前那个人的那把声就说 好 等我上船 一口把我砍得下来 他手下那些臭和粮 算什么什么都得啊 放他你都不肯啊 说时至那时快 此前那个求疏大汉首辉大虎啊 从旁边一抹冲都过来 铁魔力猛然心中一震 他担高头向前一望 见离者并非别人 原来这个人真是金鸡山的宅主 申天红 申天红是北方六林之中响当当的角色来的 往日他红他金鸡山既不依附斗家 也不送他王家的 但是自从王家大破到飞虎山 产权到斗家五虎之后呢 农民谷一会 韩战南西红等人决出了王家和江六神勾结的一谋 从此之后 我下来啦 不就明天才说啦 我下来啦 我下来啦